接下來第一步我要怎麼樣做出這三個按鈕背後的程式 那這三個按鈕當然我已經先產生了 當然你們現在還沒有啦 不過我們就是先教各位怎麼樣把這個SUB自己寫出來 第一個 首先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以後記得喔 如果你要撰寫VBA的話 請你先從插入模組開始 請記得寫在模組裡面 你不要隨便看一個地方白的就把它寫上去 因為之前的同學 到處寫 然後到處找不到 OK所以記得我們就寫在Module2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呢 我就給他叫門號底線公式 再來的話 怎麼去寫 我要把公式丟到這裡的話 首先第一個 你要了解就是 我要如何把公式放到儲存格這一間 儲存格的話 除了用Range之外 另外有一個物件叫Sales 這個要自己打 Sales Sales的話呢 就是 儲存格的集合 意思是說 我這整個全部的 全部都是叫Sales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哪一欄哪一列啊 所以你打一個錢瓜壺之後 他會出現說 儲存格裡面 你要指的是哪一列啊 那我要指的是 我要丟到這一列 第四列 哪一欄呢 後面有沒有 叫cover in date 哪一欄啊 那當然你可以給他5啦 不過 用5的話 他有個缺點 就是將來如果你不要後面的欄 會算得很辛苦 比如說u好了 u是多少 abcd 算了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文字 哪一欄 那這個指 這個指的是什麼 14的儲存格 那你要放什麼 你可以等於什麼 假設你等於 假設你要等於 一個字算好了 我叫09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 給他一個 1好了 你有沒有 這樣子 他會把1丟到裡面去 執行 執行的話從上面執行 那他會幫我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1有沒有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我看一下執行 有沒有發現1就過來了 如果你要放什麼 放123好了 123 按執行 123 其實到底很簡單啊 意思是說怎麼樣 把什麼東西 放到你要指定的那個儲存格裡面去就對了 可是問題 我現在不是要放123 我要放個什麼 我要放 一個 最後完成的公式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在這邊做好丟 結果 一個是你丟公式就好 那我們先做一下公式 公式怎麼丟 特別是很簡單 你就先加一個雙引號之後 不過雙引號就是清除的意思 沒有東西 甚至你可以把 這三行 先給他一個雙引號 中間 裡面就放什麼 放那個公式 我們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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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引號的話,會有個問題,這個VBA本身它用的雙引號代表是文字 可是這裡面的話,Excel本身的公式也用雙引號代表文字 那會變成兩個衝突,因為它沒辦法區分說 到底你這個公式裡面,這個雙引號是VBA裡面用的,還是Excel裡面用的 所以怎麼辦,特別注意有一個原則,如果你要把這個公式放到這裡的話 為了要兩邊可以區隔,它原來的雙引號要變兩個 也就是這個公式裡面的雙引號,你如果要貼過來之前,你要把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 再貼過來 這是規則,主要原因是因為VBA跟你Excel兩邊是不相通的 有些東西說,為什麼兩邊,本來就不相通嘛 有些東西不是說,雖然同樣的環境,但是有不相通的 那怎麼辦,很簡單 你幾個方法,複製之後貼,然後再來改 不過你複製貼之後再來改,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因為你假如從這邊看到一個雙引號 然後再看到一個雙引號 再看到一個雙引號 改到最後一個 可是很辛苦,後來我發現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找 記事本 代勞就可以了 應該知道記事本,附屬運用程式裡面啊 不是有一個記事本 那因為我們的規則是把一個變兩個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編輯裡面有什麼 取代 把一個 變成 兩個 這樣就OK,然後把它取代一下 特別注意喔,取代一次就好 一個就變兩個了 那你就把這一串呢,再複製 接下來呢,就把它放到這個雙引號的裡面 這樣子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特別注意喔,貼公式請你先貼到記事本,然後再把它轉貼過來 好,那我現在執勤給各位看喔 剛剛執勤的話呢 123嘛,我現在不是執勤123,我是執勤 把這個公式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盒裡面就好了 執勤一下 出現 應該有看到吧 他就幫我把剛剛的公式 丟到這邊來 但是你想說,老師那這裡面原來是雙引號啊 有兩個對不對 你會發現喔 這邊變幾個 變一個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他的規則 因為他丟的時候 他不知道說那個 那個東西 到底是你 VBA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他用這個規則做區 好,第一步就完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後來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那我底下怎麼辦 那實際上喔 你會發現這是第四列 那這是第五列 同一欄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你要把下面這個儲存給做出來的話 那 比較笨的方法 我先講 複製這一個 這一個 行的公式 把它貼上 然後 怎麼把這個改一下 把 14改15 然後公式的話呢 當然列 也要把它改成5 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三個 列 那我們要改過 再執行 有沒有發現這個就出來了 那第六呢 再複製再貼 可是 不對啊 這樣子的話 好像沒有比較快啊 那我乾脆 我用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後面的話 你必須要學個東西 叫回圈 那回圈是什麼呢 回圈就告訴他說 反正重複的事情 我告訴你那個範圍 你就自動幫我重複就好 因為我要重複的是從第四 到哪裡呢 Ctrl向下 到103 有沒有 103 也就是說呢我今天 我假如要做一個回圈的話 在第一行的地方 按個Enter 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for 這邊的話打一個for for指的就回圈 I指的是 它的變數名稱 這個可以自己取不清 叫I 不過習慣就叫I forI等於第四列 到 第103 Enter兩下 幫我打個NAS 意思是說 幫我在第4跟第103之間做變動 然後就把那個變數的詞 放到I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公式呢 放到這裡面來 那這個就可以刪掉了 因為不用一直重複 那接下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 請你這邊按個TAB 就是在下一階 我這邊其實都會 開頭都會按個TAB 就是下一階 不過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這邊可以改個I 我們先Round一下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都出來了 到103 全部都OK了 可是 你會發現 老師這地方怎麼全部都是 那個什麼呢 都是 那個 只有第四列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後面這個沒改 但是請特別注意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如果你要把這個I放到 這一整個 字串裡面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因為I放進去變成一個字串 它就變成FI 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辦 我要把I放進去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字串切開來 然後用串接符號把I放進去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這個是最難的 很多同學這邊沒辦法體會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先背口訣 怎麼口訣呢 一先選那個列號 二的話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 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前後先怎麼樣 先加 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移到中間 把I串在 他的中間就對了 那VPA呢跟Excel不一樣的地方是 AND符號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你就在AND前後呢 再把它加個空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對於有些同學來說 這個是 相對比較不能夠體會了 但是 卻是程式裡面最重要的 這個動作其實是把什麼 把I這個變數 放在字串裡面 OK 這個 應該可以體會了 只是說 但是如果你暫時記不起來 我建議你背口訣 那個口訣就是什麼 記得 把列號選取 兩個雙引號 你可以記兩個雙引號 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加個I就可以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反正你多打個幾次 像這個如果你打個 三五次 我想應該就習慣了 這個也是這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個I 好然後再把AND 控白一下 好大功告成 然後我們把這個程式執行一下 全部都OK了 那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段如果不會沒有還原 雲端上也有 雲端上在第幾頁呢 第14頁的地方 這個是只有第4頁 這個是 回圈的結果 所以剛剛一模一樣的在這裡 取代 OK 因為 中午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切一下 那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 如果你要 把你做好的 公式 直接就輸出到 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要一鍵完成報表 這個是最基礎的 一個回圈 加上一個Sales物件 可以完成的事情 OK 那我們早上 就開始講到一點VVA VVA相對的會比 那個 函數來的更困難 可是其實他的 功用一定也是最強大 OK 那我們 早上就先講到 那個 輸出公司 下午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不是輸出公司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0911 那應該什麼 直接先在VVA先串好了 然後再把結果丟過來 那要怎麼寫 OK 那我們 早上的話 就 先講到這裡 下午的話 再接再利 那個相關的那個 最後的程式 雲端 上其實也有 你們 如果剛剛有點都 比較跟不上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 第14頁 好 好